外边37度高温 在屋里吹着空调 喝着冰镇碳酸饮料 吃着魔都数一数二的激功宝 听说常年有一家激功宝 开了至少有15年 每天营业到凌晨3点 不管是半夜还是大雨 都有人在排队 味道方面更是号称魔都数一数二 为了能多尝几种口味 我还带了一个人过来 没想到周二下午2点钟 妥妥的非高峰期吧 依然做了这么多人 宝的种类还挺多 一共12种 但来这儿必吃的是激功宝 分为大中小三种宝 分别是48、68和88 两个人一共点了三种宝 首先是必吃的激功宝 我们要的是中宝 熟了上面的香菜 下面几乎都是鸡肉 还有一些调味的洋葱 大蒜和芹菜 紧接着上的是小份的牛蛙宝 上菜速度还可以 基本是一个贴着一个 最后上来的是牛腩宝 中宝 最小的就是中宝 首先来试着牛蛙 牛蛙宝的味道就要分两个阶段 说刚吃的时候 因为牛蛙的肉很少 没感觉有什么味 也没感觉好吃 等吃到后来 汤汁越来越少的时候 牛蛙肉都焦了 这个时候就很入味 很香 再来试试着牛腩宝 牛腩的味道 也要分两个阶段来说 刚吃的时候 感觉牛腩有点硬 也没有那么入味 吃着吃着 牛腩就被炖得非常烂 非常入味 非常香 鸡肉看到有没有很入味 吃着就味道确实不错 再配上洋葱和大蒜 吃肉配上蒜 香味多一半 至于这味道是不是数一数二 就不好评划子了 数一数二很重要吗 你喜欢你吃得惯 可以的 吃得差不多了 就开始加汤 到自助的小棍里拿点蒜菜 价格在5812 22 前三种价格 占了99% 又是吃饱多足了一天 让我们明天见 天天见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